而这名高中男生大家要帮他拍拍手了 因为呢他在23号的上午这是上班的尖峰时刻 公车上头人挤人的 而当时有一名大概是40岁的男子 在车上做出了不雅举动 站在一旁的这三重商工学生就勇敢的揪出这名色狼 上班尖峰时刻公车走道挤满乘客 原本安静的空间里突然传出一阵声响 原来公车行经中校桥车上一名高职学生忽然大声怒骂 引起全车人探头关注 因为这个学生看见一名约40岁的男子 站在一群女乘客中间做出不雅动作 司机从后照镜看见后方情况 赶紧把车开到台北车站并且报警 高职生更热心比手画脚 向司机大哥解释当时状况 当时就是在这辆车上猥献男做出不雅举动 但是当他看到警察吓得发抖 却始终不愿承认 还说是肚子痛在摸肚子 这个穿着白领蓝条纹制服的 就是建议勇为的三重商工学生 高中生永周色狼 全车乘客都要给他一个赞 中文新闻 我刘世伟温赛安心 美食报道